我多次说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这个朴素的道理 正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 而我对这样的一个判断和认识 正在这一切 正是在浙江提出来 在70年代我们已经开始搬企业 什么企业呢 那时候我们就开矿 在70年代我们开矿 那是扫石灰 80年代移成一个水利场 当时94年那一年 要上江净利润200多万 我们扫石灰 我们扫石灰 古增当中有阴霉 阴霉有多的 这山林就不死掉 那这里毛主 现在就留下来 全不是黄的 全不是灰尘 也不死掉 这个人也 家门口也不能塞迷皮 也不能塞 白的衬衫 白的衬衫 后来我们叫矿山 矿山我是矿长 我手上伤亡的六个人 伤财的十几个 我本身自己 我也伤财了 我一个耳朵龙的 我们是94年开始 这个箭 总的是这里三十九级 94年开始 到2004年 2011年的时候 这个事故最大了 这个是5月28号上午 就是我们这里一个实况 那一起死亡了 一个人 他也有两个爆破炎 一个爆破炎 是山下的 直接死亡 当时就是 一个人死掉 不是一个祭祿 赔偿多少钱什么东西 我看得很难受 后来我把他都 把他撕掉了 因为我们都在一起的 我们一起干活的 我都当房子 当这么多年 后来他 后来也只有我下面 在干活嘛 后来人没有了 我看得到就难受嘛 我们就就到2004年 后面怎么就没有了 后来我们05年关联了 这些人 在干活 这些人 生态资源呢 是这个最可宝贵的资源 为了使我们留下最美好的 最可宝贵的 我们也要有所不为啊 也可能甚至会牺牲 一些增长素质 这些人 在干活的 这些人 这些人 在干活的 在干活的 既要绿水晶山 又要金山 银山 实际上绿水晶山 就是金山银山 熊掌和鱼 不可兼得的时候 要知道放弃 要知道选择 刚才你们讲了 下决心停掉 一些这个矿山 这个都是高明知识 逆程式化过程中 你们这里面 就更是一块房地 矿山灌亭以后 鼓励老百姓发展 两个方面 一个是休息经济 跟楼家乐 第二个就是我们 搞一个小中房企业 那现在这个小中房企业 处里还有吗 没有了 这没有了 在我们今年 全不灌亭了 所有移生企业 一家都没有了 全不灌亭 老百姓扶起来 只要是我们 急步急步来 保护这个灌亭嘛 一百多摩的花海 我们农田我在管理 现在吧 现在我在四千多块钱 一个月吧 退休门来千多块钱 大概平均六千多块钱 时间如梭啊 过得真快 时间如梭啊 当年的情况 我一笔在目 你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啊 证明我们这条路子啊 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才一个坚定的认识 这就是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 不能以你啊 破坏生态为代价 生态本身就是一种经济 你保护生态 啊 生态也会回馈你 原来呢 可能相对项目开发 是点对点的 那如果说我要对整个片局 进行开发的话 可能我的代价会非常高 像一个小民宿 而在那正常经营的话 我要把去收购来 我的代价就会非常高的 两三银行呢 实现了集中化 集中规划 我们把老百姓的闲置的资产 我们进行搜除 搜除完之后 我们再来策划整个项目 包装 我们把项目做成功的 我们又还给了老百姓 受益的又是老百姓 我们通过盘活 把老学校建成个酒店 把旧村委建成古道一站 把废旧的建站 建成了民宿 通过这些资产的盘活 为称解体 涨大了六千七百万元的 解体经济 解体资产 同时呢 获得了一千七百万元的周金收入 现在在民宿里上班嘛 反正轻松比以前轻松多了 现在靠竹子就是靠环境 这个环境搞好了 环境搞好了 环境搞好了 反正外面来的人也多了 这个就是利益了 就是有利的 现在就是 我感觉就是 反正现在就是最舒服的时候 因为以前太苦了 现在真的 我这几年我是最幸福的时候 哈哈哈哈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 更实的措施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使我们的国家 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 环境更优美 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在祖国大地上 更加充分的展示出来